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高通的创新技术 苹果的iPhone甚至都搞不出来 同时有国外的人爆料称 高通将推出骁龙450处理器 该处理器采用14nm制程 8核A53架构 GPU频率为600MHz 支持双镜头 高耗表现优秀 只是这处理器像极了骁龙625的精简版 难道这就是高通所谓的创新 今天TCL下属过期品牌阿尔卡特的新机 出现在FCC认证网站上 根据认证信息显示 该机将采用5.2寸1080P屏 前置800万 架后置1200万摄像头 搭下骁龙625处理器 内置3GB运存 不管配置如何 这地位的知名度 小欧对这款手机能卖出去多少部 表示怀疑 今天一款型号为SMG1650的翻开机 出现在工信部的网站上 如无意外应该是三星W系列的新机 对于一直定位 顶级商务的W系列手机 配置已经无所谓 彰显身份才是关键 作为学生党的小欧我也就看看 黄金土豪们可以出手啦 昨天还没称三星正在研发一款可独立运行 像素密度高达2000PPI的VR设备 如此高的像素密度 肯定能带来更为精细的画面 但是小欧十分担心电池可以称多久 难道老杨的快枪手名号要让闲了 今天国内媒体报道称 苹果App Store中国地区下架应用 已经基金3万 仅6月15日一天 应用下架数量就超过2万 其中游戏类应用超过了1万个 天天酷跑等热门游戏也包含在其中 小欧只想说 苹果有本事你下架微信我看看 极简优拉风 咱们明天见咯